事實上今天大陸微博才傳出那個 5月24號當天 海警船開到高雄 對 這個事情讓跟大家講一下好不好 我真的有點意外 我以為海警船都在外島 是啊 到高雄 就沒想到他開到高雄港的外海 這個就坐實了人家在講的說 逼近跟圍困之後就是封鎖 他就在操演他來高雄 那高雄港我們在外面是軍艦是一排啊 那海警船來幹嘛 海警船就要來看他未來 這個臨船登檢 登船臨檢如何實施啊 事實上大陸 東部戰區他有公布嘛 說他有一個2304的海警編隊 是四艘船 那以後就是他們要執行 事實上我跟你講 大陸這次全部都是羊魔 那只是你的程度夠不夠 你有沒有認真讀 你如果認真讀 你就會知道他要幹嘛 那他為什麼要用羊魔呢 還要動用那麼多小編 還有教授專家一再的解釋給你聽喔 因為他怕民進黨讀錯啦 怕你不認真啊之類的 他就不厭其還 苦口婆心 那就表示什麼 他不希望發生 不希望走到那一步 那可是到現在都沒有回應啊 問題在這裡啊 比如說 你說那個 我們總統府的回應 這個不是兩岸關係發展的好的方式 那不是一樣嗎 那你耐心的幹嘛講 那就直接說了 那這個不是根本性的 而且你是講到人家 連轉環餘地都沒有啊 這個 所以我是覺得這樣就是 我覺得外資是聽到很多訊息 他綜合的 因為你要知道今天 到最後跌190點喔 事實上尾盤台積電賣了391億啊 重跌2%以上 這個非常不尋常啊 因為台積電並沒有 台積電並沒有利空啊 因為昨天美股是漲的 所以大部分雅股都是漲的 只要有科技股 開盤也是漲的 而且台積電本來是漲的 尾盤是跌了2% 那這個唯一的解釋就是 外資要離開 就是他要降低權重 所以首先 我跟你講他已經很賤 因為我太了解這個操作了 他大盤的期貨先放空 然後開始砸台積電 然後賺期貨 賺期貨的空單啊 然後台積電 那個獲利了結啦 因為他台積電也賺很多了 很多外資他的平均成本 只有300多塊 現在已經800多了 所以他就是部分的獲利了結 然後去賺期貨的空單 所以我一些金融界的朋友 就跟我說 說如果真的這樣玩 那至少會跌好一陣子 因為他佈了空單 他不會今天就賣 不會 他就放著 那砸台積電 對台股是最有用的 為什麼呢 因為他佔台股的全值32% 而且他是砸尾盤 這很壞啊 所以你剛剛統計說 今天外資賣超331對不對 你知道今天成交額多大嗎 今天成交額是6664億啊 6000多億 6664億 這等於是整個換手啊 你知道吧 這個太恐怖了 今天其實今天可怕的 如果懂股市的人就知道 今天是量全部都出來 而且大跌 這個量出而且大跌啊 就有可能是一個轉捩點 因為你以後要再勸人家進來買 就會變得比較困難 所以我是覺得 他們讀到一些訊息 第一個就是 AGVA的部分項目 134項 另外一個就是福州旅遊協會 說他不來了 本來他要去馬祖旅遊採線團嘛 他突然說不來了 他旅遊 還是給你委婉的說 我們是端午節幹嘛 事實上就是不來了啦 然後現在又傳出這個新疆 新疆的航班 新疆剛剛這個長榮華航 有稍微澄清一下 我是覺得大家 不會把這個當作是 當作就是這樣結束啦 不會啦 大家不會這樣理解啦 事實上我一直認為 大陸對台灣 殺傷力更大的是採購 事實上不是AGVA啦 是採購啦 就說他如果國內可以做 他一定要買你的嗎 是是 對不對 你知道我意思 沒錯 就我們的出口 有50%是資訊類嘛 零組件嘛 那沒有錯台灣做得不錯 大陸買不到美國 或者是他要去美國的話 或者他認為台灣越來越像美國 他也會做決斷啊 我寧可買某的國產品啊 事實上今天金融時報 傳出一個新聞啊 這個新聞就非常可怕 他說2027年 中國的整個半導體要去美國化 你想想這是什麼意思 金融時報寫的 英國的金融時報 那如果是玩真的 那大陸會不會把台灣的企業 當作美國企業 因為他會認為你 你都聽美國的嘛 對 所以我是說這個問題 這個賴清德真的是要想清楚 民進黨要想清楚 所以你要不要等於美國啦 事實上你是台灣 你還沒有完全等於美國 有一些已經被等於美國了 比如台積電 台積電就等於美國了 可是你要 因為民進黨執政 所以你的方方面面的企業 都要等於美國嗎 那中美未來的博弈啊 我認為科技戰 會導致中國大陸 越來越要求國產化 因為他為了要 維護自己的安全嘛 所以你碰到的問題 可能會越來越大 那事實上你去想一想啊 兩岸的貿易啊 金額那麼大 有一半是零組件 那你認為人家都不會做嗎 對 比如說我認識華為 在台灣的代表 他們集盛時期 一年採購量是1200億台幣 在台灣 在台灣 所以他各地的 那個零件的廠他都認識 那他也跟我講 因為他蠻喜歡台灣的 他就說 台灣的品質確實好啦 可是 大陸如果做上來 差一點點 他也許或者是 中央政府下個指示 你就轉向啦 大陸真的是這樣的啦 政府如果下決心喔 所有的企業是要配合的 所以 你不要開玩笑喔 你不要以為這個人家是非買你不可喔 而且你的生產線已經拉那麼大 那到時候如果大陸部分不買 你這個生產線要賣給誰啊 你以為還有另外一個國家 要買那麼多電子零組件嗎 你以為印度你賣得進去嗎 這個恐怕是太天真喔 我覺得這個 這個金額遠大於ECFA 遠大於 好 亮哥講的很多 大家今天在媒體上都沒有看到 特別是你看到這個早上訊息出來之後呢 很多這個綠營的學者都出來喔 他們也拿了很多數據 告訴你沒什麼啦 在我們台灣的GDP才一點點啦 在台灣的出口才一點點 沒什麼安了 但是聽了亮哥講 大家就知道不止如此嘛 大家好 我是主播張若瑜 你知道肌膚年齡可以自己決定嗎 25歲之後 招元蛋白流失速度 將大於生成速度 想要北跑跑的QQ臉 吃的保養最重要 皮膚好 人不老 真正的美麗來自於內在 實際研 德國專利膠原蛋白生態 快點購 全台獨家販售 德國專利原料進口 成分天然 零添加 平均分子量 2000 巴爾噸 小分子 好吸收 重金屬 西藥檢驗 SGS檢測 全過關 品質安全 有保障 一天一包Verisol 女神專用膠原蛋白 無論你是想維持肌膚Q彈 甚至產後補充都十分推薦 在這裡想告訴大家 這不是藥 保養習慣就要從現在開始 90天青春有感計劃 擁有彈性美肌 超級Easy 輸入推薦代碼 還可以賞有更多的額外優惠折扣囉 和我求求你 全世界各式公民 最新乎四千曲 老爺 戶 婦 女小妻 年紀 女小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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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女小妻